赞助播出 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 本国6月非农业平均中心 微生0.2%到919加元 美军做好准备 随时对叙利亚发动空袭 初步空袭目标 或为发动核武攻击配套设施 观众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三 欢迎您准时收看 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本地方面 今天早上多伦多一名 十个月大的女婴 被发现在浴池中溺水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地点在Dufferin Street沿线 距离自由城不远的移动公寓中 今天早上10点48分左右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 一名女婴在浴室水池中溺水 随后赶到时 该名女婴已经失去重要生命提征 送院不久后被宣布死亡 警方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这名女婴由于无人照看 独自在浴池中有10分钟之久 之后溺水 进一步调查正在进行中 多是昨天降下暴雨 导致市中心部分地区遭水禁 多部车辆被困 当局出动消防员解救受困的民众 经过昨天的暴雨 多市中心多个地区遭到水禁 两部出租车在市中心 一个高架路下被困 前往现场解救民众的消防员称 由于积水浑浊 司机容易沽错水深而因此受困 另外公车局还报告 市中心Museum和Bathurst地铁站 有少量积水 此次暴雨主要集中在大多地区偏北部 西端则只有轻微降雨 多伦多电力局也没有报告 用户供电中断的个案 昨天下午一名女性在汉博理工学院前 被路过的车辆撞倒 后经一至五小死亡 警方表示 该名女性在昨天下午三点半左右 在位于Humber College Bolivar 一条人行横道上被一辆货车撞倒 医务人员表示 在到达现场时 该名女性已经失去呼吸 但随后还是被送往医院进行急救 但最终死亡 警方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被撞女性在走下一辆巴士时 被随后经过的货车撞倒 事发后 货车司机留在原地等待警方审问 一名男子骑自行车 今天早上在多市东部被车撞倒 目前已经送原治疗 但伤情未待 撞车事故 发生在Kennedy Road加Kingston Drive附近 根据警方报告 这名42岁的其自行车男子 于今晨5点50分左右 在穿过Kennedy Road时 被一辆南向行驶私家车撞倒 事故发生后 私家车副驾驶位置挡风玻璃碎裂 而其自行车者被甩出急迷远 事发后 私家车司机调头返回现场 等待警察进行事故处理 警方表示 受伤男性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治疗 而事发路段则被警方封锁 以进行调查 再来看安省的奥兰治维尔镇 2010年发生凶案 一名女护士遭人杀害并弃尸 凶手之间逍遥法外 安省省警目前悬赏5万家园急凶 希望民众踊跃提供线 2010年8月30号 本案死者42岁的 Sonia Verachan失踪 9月5号 她的遗骸在卡利登市被发现 此外警方还在死者住处 以及车辆上找到血迹 怀疑死者遭人杀害后 弃尸在奥兰治维尔 在去年 警方曾经回到弃尸地点 重新搜索线索 并开始搜集死者周围 男性的DNA样本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省警再度呼吁民众提供凶手线索 并表示 无论线索多么细微 只要能够帮助将凶手绳之以法 提供者都可以得到奖金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报告显示 非农业员工 今年6月份的平均周薪是919加元 比5元份增长了0.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非农业员工 今年6月的平均周薪 比去年同期增长2.6% 平均周薪的年增长 在5个行业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行政和护理业 平均周薪增长8.1% 达到764元 在批发贸易行业 平均周薪增长了4.9% 达到1107元 而在科技科研行业 周薪上涨3.6% 达到1273元 唯一无增反减的是餐饮服务业 这一行业人群周薪在上一年 降低了2.2% 为362元 好 加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新闻 稍后见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洞悉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财经亚洲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准时为您报播 用英语纪录片的形式 来记录变化中的东方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探讨 让您表示 中心的感谢 与祝愿到达的所有朋友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东方30分钟 带领大家探索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眼睛里边的经状体的困住 引起的一个疾病 那么最常见症状 都看不清楚 发现白鸡酱 可能和紫外线 和营养 和身体的身体素质 和身体的其他疾病 都有关系 主要就是吃的药了 效果都不怎么好 都是一般通通血管 滴滴眼水 过度的 或者是过重的 对眼球的按摩 对眼部的组织 是一个寻伤 将中国各地的历史人文 和发明改变 巳巳到来 由观众去发现和研究 以学者的角度 专业评述 用英文将中国的文化传统 发扬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The subjects of medieval European paintings are posed in a stiff and lifeless manner Chinese paintings are graceful and engaging Wha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are found in their art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叙利亚局势进一步紧张 美国声称监听叙利亚军方通话 确认叙利亚军政府 曾经使用化学武器 美国最快明天 采取有限度的军事行动 方案包括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 或出动远程轰炸机 空袭叙利亚政府军目标 美国传媒报道 上星期大马士革东部 发生化学武器袭击的 几个小时之后 美国情报部门 监听叙利亚国防部一名官员 与化学武器部门负责人通电话 要求化学武器部门回应 这宗造成大量伤亡的化物袭击 美国官员相信 袭击是巴刹尔政权的受益 美国情报机构这个星期内 将发表叙利亚政府 是否使用化学武器的评估报告 正在东南亚出席 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 美军做好准备 只要总统奥巴马一声令下 就采取行动 哈格尔争取日本 韩国等国家支持 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 美国海军现有四艘导弹驱逐舰 在靠近叙利亚的地中海集结 而第五艘导弹驱逐舰穿过 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美军最快明天发动有限度军事打击 部署在地中海的美军军舰 会向叙利亚境内的目标 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暂时锁定近50个打击目标 包括空军基地和指挥化学武器攻击总部 纽约时报引述军方指 美国动武的理由是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 但考虑到环境和人员安全等因素 美军不会直接袭击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库 只会攻击使用化学武器的配套设施 奥巴马政府考虑分阶段发动攻击 一轮攻击不会超过两天 之后暂停一段时间 评估效果后决定是否发动第二轮攻击 而目的并非是为了推翻巴萨尔政权 过去几天 奥巴马总统先后与美国 英国 法国 加拿大 澳洲等国家领袖通电话 商讨如何对付叙利亚 英国首相卡梅伦稍后召开国家安全会议 他强调使用化学武器是错误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合法措施制止 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 会增加对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援助 阿拉伯国家联盟也谴责巴萨尔政权动用化学武器 但同时警告西方国家 不断提高军事干预叙利亚行动将危害整个地区 认为政治解决是结束叙利亚危机的唯一方法 那么叙利亚政府再次否认使用化学武器 表示准备好应付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 联合国化学武器调查小组再次前往实地调查 而以色列部署防空导弹 以应对叙利亚可能发动的攻击 调查人员穿着防弹衣出发 他们的车队早前被枪击 小组基于安全压后一天 到今天再次离开大马士阁的酒店 到郊区调查化学武器袭击的详情 美国传媒引述联合国官员表示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弟弟马希尔 涉嫌策动此次化学武器袭击 他是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司令 也是巴沙尔政权核心人物 但叙利亚外长莫阿利姆再次否认发动袭击 又指政府一直配合联合国调查 对于西方国家可能发动军事攻击 他表示无论美国是否采取军事行动 叙利亚都已经准备好全力保卫国家 由于叙利亚曾经表示 一旦西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就会向以色列袭击报复 以色列军方表示正部署所有防空导弹 以应对可能遭受的袭击 而坚持反对军事行动的叙利亚盟友俄罗斯 则继续从叙利亚撤侨 近100人乘坐俄方安排的包机反抵莫斯科 不过联合国重申 根据国际法 任何军事行动都需要得到联合国通过才能执行 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日本 日本正式将福岛核电站污水泄漏事故的警戒水平 升到国际核事故级别第三级 日本原子能规划委员会 早前将事故列为0到7级中的第一级 今天宣布正式升为第三级 也就是出现严重事故 东京电力公司人员上星期发现 一个存储冷却反应堆污水的水罐 露出300吨污水 东电昨天表示 核电站人员接受的核辐射量自上月9号以来开始上升 因此泄露污水有可能已经发生超过一个半月才被发现 日本舆论质疑电力公司为节省成本制造劣质除水罐 认为事件不利东京 竞逐20年奥运会主办权 首相安倍晋三强调 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防止核污水进一步流入大海 计划政府出资尽快落实应对政策 美国首都华盛顿今天举行一系列活动 纪念已故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 我有一个梦想演说50周年 大批民众汇聚在国家广场重演50年前的大游行 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也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纪念演说 50年前的今天 美国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了争取种族平等 动员25万人在首都华盛顿游行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也在同一地点发表演说 纪念马丁路德金与美国的公民权运动 作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 奥巴马也被视为是实现马丁路德金种族平等主张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马丁路德金当年演说时 奥巴马才两岁住在夏威夷 奥巴马认为 他能取得美国最高的政治职位 是马丁路德金与其他民权人士牺牲奉献的证明 为了向马丁路德金致敬 奥巴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 放了这位领袖的半身像 还把当年游行的行程计划副本 表框在挂墙上 1968年4月 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遇刺身亡 不过他的梦想并未随着他的死而消逝